在Richmond一間全新屋 開價超過400萬 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今天就帶大家去看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瘟哥華 專業地產顧問Pensyang 我今天在Richmond 想介紹一間全新的獨立屋給大家 因為之前大家如果有留意我的影片 其實我講了很多townhouse 可以立即入住的 或者是樓花或者是一些condo 今天就想帶大家來看看 一間比較高級的獨立屋 它的地面有差不多9500呎 它的闊面有差不多63呎 深度有150呎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它叫價超過400萬 因為地其實在加拿大是最值錢的 所以如果你擁有這塊這麼大塊的地 其一你可以享用這塊地 現在已經看到了 其實整個driveway都很大很闊 你可以拍到很多車 後軟也是闊落的 亦都很舒服 還有它裏面的設計 是多些細節 還有很多設計的項目 在裏面 所以可以讓大家看看 首先講到這裏 你看到它其實是Gated的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出街的時候 你可以關閉就閘去 那些人就不會突然間進來 加上如果你有朋友來開派對 它這裏是足夠 我想拍攝大約四至六部車 它亦都因爲鎊大 它就做了一個L-shaped的屋形出來 然後有三個Garage 所以你自己的家 三輛車都可以在Cover Parking 都可以在Cover Parking 介紹完前軟這裏 我可以帶大家進去看一看這間屋 歡迎大家來到這間接近4100呎 有五間房間加一個Dance Richmond的獨立屋 進來已經是一個高層 它這間屋有很多高層 這個Living Area 就是standard 因為獨立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廳 不是很多門 所以這邊是高層 然後另一個做法 這個發展商 就是把所有層 都變成Cover層 然後還有一些不同的顏色 去襯托 它主要是用了深啡色 和白色 那你就不會覺得這間屋 白朦朦朦的 這邊是一個Living Area 你看到有一個Fireplace 真的比較暖 如果你和朋友在這裏聊天 或者晚上甚至可以和小朋友在這裏聊天 今天是發生什麼事 亦都是很舒服的一個廳 去到這一邊 就是一個Dining Area 它的Dining Area 現在放了一個六人圓桌 如果你需要大一點 你就可以再大一點 因為它暫時來說 它沒有門 全部都開啟了 space-wise 你就會感覺寬敞 這邊的屁股是低一點 但它用了那裏是Cover屁股 它又油了那些顏色 感覺是特別的 然後加上那些Sport西 就會很光猛 那這個Dining Area 另外一個特別之處 它就是有一個 不是… 即是一個Design Item 不是這樣一個 凹凹到它的位置 它已經包了這些櫃給你了 就是深啡色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淺色的Countertop 你可能有留意到 為什麼它和平時都看上去不同呢 就是因為它兩塊是黏在一起的 那你用料方面多了 而且看上去是高級一點 然後加上這個玻璃在這裡 再reflect整個廳 感覺就更加寬敞了 和大家說完的Dining Area 我們可以過去對面這裡 對面這裡有一個Powder Room 它已經是裝飾了所有的牆 有牆子甚至有Pomb Tree 但它就用了金色 那看上去就高級一點 然後它這個整個大MIRROR 亦都包了金色的邊 那個Faucet也是金色 這個升盤就是特別一點的設計 就不是普通白色的 加上這個Countertop 都是厚的 好像剛才Dining Room 配合同一個系列 它所有洗手間都可以用了Bedette 即是走下去自己開蓋的 這個Rain Floor 一定不少的就是Kitchen 我們可以帶大家去看一下Kitchen 因為它的Kitchen 有一個大Island 很漂亮的 過到來這邊 就是一個Family Room 亦都有一個High Ceiling 我想這裡起碼15、6尺 加上那個啡色的顏料的Ceiling 這邊也有一個Fire Place 就插上那些Tile 左右兩邊也都很細心 已經包了那些入場櫃 你可以用來擺東西 放一些相片去裝飾 它放了一個L型沙發 這裡起碼坐到六個人 其實那邊就有少許位置靜了 整個感覺 因為它是High Ceiling 以及樓梯這個位置 它沒有安裝一個牆 它是玻璃的 所以就能看得到對面 就通透一點 整個感覺就會開陽一點 如果大家有留意它的Ceiling 其實它又有些Speaker在上面 它整間屋都安裝了這些 Surround Sound System 還有這間屋當然它又包了冷暖氣 地下也是地暖的 然後我們可以帶大家去看這個Kitchen 因為它這個Kitchen 光猛 很開放 加上它旁邊很多窗 所以整個感覺也是寬敞 首先我們先說到那個Island 它這個Island 就是很長很闊的 用回剛才Dining Room 那個Double Layer的Countertop 看上去整個是有氣派一點 配上這個深色的邊 它的Contrast大一點 沒有那麼悶 全部都是淺色 或者是很白蒙蒙的 有時候人們覺得那些屋太白蒙蒙不好看 所以我們首先我們開始在這裡 它這邊就是有個五頭的電腦 它主要是用了Wolf 以及有個Subzero High End的Fridge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Hood Fan 其實它是收買了 加上一個啡色的Cover 看上去就比較大氣 左右邊有些貴把東西 因為這個是煮食的地方 除了有些Cabinet在旁邊 它這裏兩邊也很細心做了這個 放Sauce 即是豉油、蠔油、鹽糖 你站在中間 你要用來調味就很方便了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Sink 大Sink Single Sink 就不是用那些Stainless Steel 它就用了磁磚 看上去是漂亮的 我自己看第一個感覺 它又配合這個Brass Color的Faucet 它這邊也是有個洗碗機 但是我就發現它的品牌是Bosch 我覺得它可以用一些好一點的電器 過到這邊就會是一個Subzero的大雪櫃 左邊是冰箱 右邊是普通雪櫃 它加上有一個Wolf品牌的焗爐 還有一個微波爐 這個相信是一個Monitoring System 因為它外面有所有攝影機 你就可以在這裏看清楚屋外的情況 除了這個Kitchen Area 其實我看著這邊 有一個Bar Area 酒水區 這裡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細小的Sink 它擺了酒杯就走 意思是如果你喝完酒 你可以在這裏洗一下杯 然後上面這裡 就有Cabinet在這裡 讓你擺酒杯的位置 然後中間大家有沒有留意 它這個整個Area 它就用了深色的Color Skim 加上這些Back Splash 你看上去是特別一點 亦都是高級一點的 這邊有酒杯 可以有位置擺酒杯 可以洗 喝酒的那些酒 擺臉 就是這邊 它有一個整個位置 開了給你 是可以用來擺酒的 這樣就儲酒在這裡 過來這邊 其實那個Eating Area 就會在廚房的旁邊 你可以擺到一個長桌 好像它這樣 其實可以坐8至10個人一張桌 如果有朋友開派對 可能大人在這邊 或者小朋友在那邊吃東西 就可以有一個separation 加上它這張這麼大的Island 你就可以再有其他位置 需要的就要加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中式廚房 這個中式廚房 它的做法就是一個玻璃門 所以整個Area 更加Open 如果它這個做了一個實門 你的位置會覺得很細 進來後 你看到Size 其實就是 可能就算有三個人在一起做東西 洗菜 煮食 都是足夠的位置 它這裏就是用了一個有6個 有6個 濾爐的Wolf 的一個Stove 加上這個Pot Filler 就是可能你預料在這裡煲湯 可以在這裡加水方面 也有一個比較 抽氣勁的Hood Fan 因為呢 預料了 可能是Chinese 我們可以在這裡炒 很大鍋氣 都不需要怕走出去 另外一個它很好 就是 因為這裡是中柱 可能它需要一些 多一點的部位 可以拉出來 你可以更方便 放多一點東西在裡面 就不用新進去拿 這個是不錯的 其實你可以洗碗 因為這裡也有多一個 Dishwasher 給你 然後就包括Condo Size 的LG品牌 的Fritish 在這邊 你看到它的窗很大 所以捕捉到很多陽光 真的不是很暗 加上它的窗框 不是很像普通那些 一條的 它上面是有些設計 在這裡 看上去真的會漂亮很多 這邊呢 就會出到Backyard 那裡 我們可以出去給大家看看 它Backyard的綠化 和它的尺寸 現在出到這個Backyard 它這個是繼續 High ceiling 然後是Cover 如果你在這裡 就算下雨 也可以坐在這裡 休息一下 看著那個Backyard 那它也都加了 這些Counter 在這裡 有個Fireplace 也有個雪櫃 加上有個 BBQ爐 即是你可以在這裡 煮完食 就在這裡吃 那如果小朋友 要出去玩 你就可以坐在這裡 看著他們在這裡玩 因為它這個Backyard 都算是很大的 它現在是Stage Shot Furniture 在這裡 那你就會想到 你可以坐在這裡 就看著那個Backyard 小朋友玩 你去燒東西吃 小朋友玩一玩 就可以來到這裡 再拿東西吃 整個感覺很舒服 因為很多時候 外面都沒有這麼高的Cover 這個算是很舒服的 它就塞了那些Tile 在這裡 介紹完這個Cover Area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Backyard 設計和綠化 第一它就留了這棵樹 就可以遮太陽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很多Backyard 其實一出去就是全草地 但它做了一個Pave Walkway 你可以不傷害草 這樣走出去 然後去到一個 都是一個大一點的Pave Area 它現在放了兩個曬太陽的Outdoor Furniture 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可以做 就是可能有些小朋友 你可以放一個Swing 你放一個Swing 就不用長期押住那些草 就會把草變得很噁心 所以這個Cover Area 是很細心 做了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用處 除了這裡 你看到它有很多細樹 後面全部都是高一點的樹 所以一邊住一邊的樹 一邊生高 再多點Privacy 就更漂亮 你看到它現在 整塊地很寬敞 其實小朋友可以在這裡踢足球 打羽毛球 都可以 所以這個房子這麼大的Lock 亦都是給你一個這麼大的Backyard 你去享用 而且這一區算是安靜的 所以都很舒服 介紹完那個Backyard 我們可以進去 繼續介紹它室內裡面有些什麼 進來屋裡面的Main Floor 我其實大部分都介紹給大家 但是它有一部分在這邊 就是在廚房的Bar Area 其實還有幾個Function Room 這裡進來已經是一個Media Room 這個Media Room 看到它 全部是深色設計的 因為你預料在這裡 可能喝酒 或者看電視 或者看電影 可能燈光也會暗一點 所以它全部的牆 你會看到它 又是做了一個特別的設計 在旁邊包了全部的牆 整個感覺是暗一點 你會很放鬆的 在這裡 也包了它這裡有個 Wine fridge Wine Cellar 這邊也有一個Single sink 在這裡 也可以讓你在這裡洗杯 它的Sink是特別一點的 加上Backyard 有些是Mira 一格一格 看上去整個房子 是很有風格的 可以看到 然後又是Cover Seat 它也不會是省錢 只是一塊深啡色的一個屁股 它全部都有設計 它包了這個幕 前面有些櫃 你可以擺下Remote Control 打機 也可以在這裡做 這個房子 所以就是一個Media Room 也是地毯 整個感覺 整個感覺 到旁邊 這個就是一個Open Day 你看到它擺了一張Office Desk 後面又有個窗 可以捕捉到一些Natural Light 然後它撿兩棵牆 都是會有設計的 就不是一棵白色白雪雪的一棵牆 如果小朋友要在這裡做書房 放兩邊 再自己加入牆的桌 其實也算是完美 你也不用關門 我覺得現在小朋友讀書 不用關門 因為你也不知道它會做什麼 所以這個Open Day 給他們用來做一個書桌位 完美 然後它也有些Storage的位置 這個是其中一個 它就會有一些櫃 一個格子 用來給你擺東西 然後再進去 其實已經是接近這個Garage入口 前進去那裡 其實你回到你家 就會有一間房子在這邊 這一間房子 尺寸已經是最小 整間屋最小 但也可以放到一個Double Bag 和Side Table 無在有位 這裡也有Full Bath 就是Single Sink 一個Shower Slide-in的窗戶 已經有Rain Shower 和一個分開的Shower Head 這一間房子最適合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有老人家一起住 就不用走樓梯了 甚至回到家 就可以立即進入房子休息 因為這裡就是Garage Store 亦都是Tipical的Single House 通常那個Londry 其實是在車房門入口 所以它就放了一個Side-by-Side Washer & Dryer 在這裡 然後有些Cabinet 在上面加一個Sainless Seal Single Sink 在這裡洗一下一些髒東西 這個是那個三車房的Garage 因為它現在裡面有很多東西 所以不是很方便展示 然後這裡為什麼有多道門呢 就是因為這道門可以直接出回去 剛才正門那裡 所以如果是住這間房間的住客 或者是家人 就可以在這邊又不用繞正門了 那就更方便 一進來就是這間房間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上去看看 樓上的四間房間 現在就上樓梯上樓上 也是木地板 現在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闊落的 意思是如果你有兩三個一起走樓梯 都不需要說撞來撞去 加上我們站在這裡看 左右邊的房間 其實是很通透 不會局促 因為兩邊都有大窗 你整個位置看完整間房間 這邊就是看回家庭和廚房 所以你站在這裡 就可以叫做一目了然的廳位置 然後它的樓梯 亦都有設置燈 例如晚上你走樓梯 不用開大燈 你會看到它的燈色 都不是很誇張的 那些很多水晶 做到好像很老派 它只是用一些漂亮少少的 簡單點 看上去就叫做 modern 然後上到這裡二樓 你會看到它這裡有樓梯 它會做了一個特色一點 然後旁邊有些LED燈 看上去就不會那麼寡 是特別點的 整個層樓都會有光燈 旁邊這些都會有燈 現在它就掛了一些畫 可能你可以做家庭照片 照著 整個家庭照片 看回自己的照片 就會很熱 每天都會提醒你家庭 多麼開心 然後我們這邊 首先這個第一間房 就是Master Bedroom 它這個有兩道門 通常應該用的時候 即是一道門開 但有需要就開兩道 用來搬大傢伙 進來這個Master Bedroom 第一眼看到 不是用地板 它換了做地毯 也是溫暖一點 而且它的顏色就不是一隻 它是有些圖片 看上去會特色一點 和不同一點的感覺 除了它的尺寸夠大之外 也看到了 King Size Bed 即是任你放的 它就是feature wall 加上這個 有一個 油了的顏料上去 整個床後面的感覺 又不是一個白蒙蒙 是有些風格 加上燈光 整個感覺是溫暖的 還有這棵牆 它有一個fire place 你看到這棵牆 其實它的圖片就是這樣 它不是說再油上去 它看上去特別之餘 你會覺得是 另一個級別的 不是普通的石頭 就算了 它是有些圖片 然後看完這裏 我們先去一個walking closet 因為門口旁邊 就是一個walking closet 它就是 已經包了一些櫃子 包了一個鏡子 在這裡 你就可以換完衣服 照鏡 門後面也有的 這個就算是這樣 這個 出來後 你會看到 這個很大的圖片 你可以真的在這裡做瑜伽 都可以 甚至小孩子在這裡玩 也沒問題 我們便會看回後屋 那裏 這一邊就是肚子 那肚子 那肚子有些什麼呢 通常就是一個shower bath tub double sink 它都有了 除了這個東西 它還有一樣東西 很特別 就是一個桑拿房 整個洗手間大之餘 你還有一個area 你可以在這裡休息 那它的設計就是 一進來 double sink 就是一個 ok size的countertop 有些櫃 門後面呢 就是會是一個shower 是的 它的shower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有很多個不同的option for massage 加上有冷暖水 然後有shower 有一個wain shower head 在最高那裏 加上就是有一個 坐的位置 即是呢 你可以兩個人坐在這裏 就完全是一個enjoyment 這個 這裏也都有一個bath tub 是一個有隻guci 你看到它這裏是用了 兩個人可以坐到的 即是兩夫妻可以在這裏 晚上休息一下 對 浸浴浴 聊聊天 回顧一天的工作有多辛苦 在這裏是很舒適的 整個位置 加上它還有一個梳妝桌 很多時候呢 就算升高口式梳妝桌 可能在睡房外面找個位置 因為剛才也夠大 但它已經放在這裏 所以這個 女士專用位置 你看到它放在這些 女士的用品 坐在這裏 化妝就非常適合了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Sona 這個包在這裏 你就不需要再買多一個 獨立的Sona 因為我有客人 打算買一個獨立Sona 放在家裏 這個已經 建立了給你 所以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繼續可以看看 另外三間房的尺寸 以及洗手間的設計 由主人房出來 我們繼續進去另外三間房 這邊也是剛才 有一個LED燈 包裝了 看上去比較特別 我們現在進去這間 是2nd bedroom 它這裏跟旁邊有些近 但幸好它有些樹 遮遮遮的 所以這間房間 那個闊度就一般 然後這裏就很長 夠了 可以給你 譬如加多個櫃 你需要也可以 但是它也是有 walking closet 也是在門口這邊 如果你說一個人在這裏 這些架 這些櫃包在這裏 其實都夠了 我覺得 算是 應該夠用 它每間房間都有洗手間 這個 所以它這間房間 跟剛才樓下的房間 那個洗手間的尺寸就差不多 都是single sink 還有一個shower 它就有一個bath tub 它那些洗手間 這個不是黑漆 是有窗的 然後轉個彎 這裏 一個hallway 有兩間房 這裏有一個大的area 因為始終你這麼多人住 你是需要這些位置 去擺一下毛巾 擺一下雜物 這個位置算是 都是寬散的 同一間屋的尺寸 因為有些開得很小 你覺得 這麼大間屋 沒有理由得這麼小的 櫃包 它還有什麼呢 這個應該不是很多人喜歡用 但是它這個 建立了的vacuum 它的頭是這樣拉 所以你就不需要像舊式那些 整個搬來搬去 因為用完 吸完 拉完出來 這樣收起來 就方便很多了 所以這個都可以考慮一下用 除了Dyson之外 我們進去這一邊 就是第三間房 這個第三間房 就會看回正門那邊 這間房的尺寸 看到它放了 queen size bed 旁邊有位置 放side tables 然後前面 亦都放了梳化 即是告訴你 它前面有這麼闊的位置 可以再放其他東西 亦都是有個walk-in closet 旁邊就是有wash room 旁邊就是洗手間 其實尺寸跟剛才的房間差不多 不過這個就是沒有了bath tub 就變成了整個shower 但是highlight of這個wash room 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這個是有個天窗 所以它這個是會舒服一些 以及光一些 很多人都喜歡skylite 也都不是很多property 現在有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plus 我們現在看了那兩間房間 就是這個size 或者它的layout差不多 但我們去到最後一間房間 就可以給大家看 它又是另一個level of luxury 在這一間 即是也是套房 但是它是很大 以及洗手間很美 這間房間 是比起其他剛才那兩間房間 是再大一點 因為它闊一點 你可以放一個king size bed 旁邊的side table 還有位置 除了它闊 它亦都是長過剛才那間房間 你看到它前面 放一個side table 加兩個都算是大的chair 你就可以坐在那裡聊天 或者讀一下書 對 喝一下咖啡 看著外面 因為這間房間是在garage上面 所以它凸了出來 令到它好像一個corner的房間 兩邊窗都有 這樣就光亮很多 另外你會見到它的sealing 它做了一個圓形的 加上上面 它是有些灰灰的 黑黑的 整個color tone 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這間房間 加上眼燈 因為它可以襯托整個洗手間 我們可以去看那個walk-in closet 你會見到它是多些櫃的 尺寸是長一點 它就補多了這些櫃 所以這間房間 我覺得其實 你有可能 如果這間房間是三代同堂 你可以多一對couple也可以的 進入到這個洗手間 我自己個人都很喜歡 第一 除了它的大的shower area 它整個pattern 它用的pattern 那個磚 wrap到上頂 整塊地 整塊地 很一致的 tone 而且剛好我很喜歡這隻色 它買到它的wavy pattern 是很特別的 所以看得出它是有心機 去找不同的材料去建造這間房間 它有一個double sink 所以我說可以 另外一對couple在這裏住 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有兩個星 又配搭另一種style 這個洗手間 就不是好像樓下 深啡色 然後這裡就用了灰灰 淺淺藍藍 它的Sink就是黑色 配搭黑色的floor 這一個就 Area很大 它這裡很特別 你看到它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 出水 在幫你按摩我背部 有一個大rain shower 這裏側邊也是坐在這裏 可以休息一下 兩夫妻在這裏用 一起聊聊天 一個浸浴 一個shower 這裏是夠了 好像一間細小的房間 你看到它用這個bath tub 都是比較型格的 黑色配搭外面的faucet 這邊就有開了兩個位置 讓你開來放 shampoo、conditioner、洗身液 有一個窗 你可以開來透氣 這一個我自己就很喜歡 也是一個驚喜 因為去到最後一間房間 竟然洗手間是這麼特別的 比起剛才那兩間房間 真的很不同 現在整間屋都介紹了給大家 我可以和大家做個總結 和大家介紹完這間屋 我現在可以開價給大家 這間屋現在賣428萬8 它是一間全新的獨立屋 就是Richmond 大家看了之後 其實大家可能有留意到 它除了用料不同 建造的屋子 它全部是有細節的 由它所有長身 和每一個層樓 它也是想過 設計過 用它的材料 去配搭整個風格出來 令到這間屋住下去 你會覺得 不會太白蒙蒙 因為每一區都有不同的材料 有深淺色的 contrast 尤其是它最尾房間的洗手間 更加特別 配合它房間裡的屋簾 顏色 都是同一個色調 所以它用心和用功 都是不同的 這間屋 雖然它說 地上有9500呎 這間屋也有4100呎 它開價是超過400萬 可能你會覺得 在Richmond一間獨立屋 如果400萬 可能寧願賣另外一區 但事實上 這間屋的感覺是很舒服 而且它用料也是不同的 除了它的設計 是比較特別的 房間的Layout 它也是做到一個格局 可以三代同同住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Full Bath 即是套房 你可以在路人家屋下居住 上面有兩間比較大 以及洗手間 又適合兩個人居住 所以你可以一個父母 住一間Master bedroom 小孩子 即是她的小孩子 如果有結婚 又可以在這裡居住 即是有小孩子 還有一些孫子 或是室 仍然可以在這裡居住 因為夠了位 而且地居住 而且地居住 它的背後 你看到 剛才可以踢足球 或打圓木櫃 你都夠了空間 甚至是 如果你是很喜歡 招呼朋友 去家裡 跟你開派對 這間屋也很適合 因為它的設備 有不同的位置 又很寬敞 外面也有個BBQ爐 夠了大 你可以叫十多人來開派對 你都很舒適 而且門口 又可以拍至少六部車 所以這間屋 地大 屋大 裡面的設計 都算是不錯的 希望大家 喜歡我今天介紹這間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隨時聯絡我 給多些資料 如果喜歡 按個讚 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我的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多謝大家